嗨 章杰好 嗨 哈喽 基敏好 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章杰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的这个笔名旅行沙舟 同时也是你粉专的名字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的旅行沙舟的名字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 经营这个部落客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上班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写作 可是我都觉得 如果要一边工作一边兼顾写作 可能会有点困难 然后那个愿望就很像 一条用沙子砌成的咒一样 就是非常的脆弱 可能下到水里面就会溶掉了 可是我那时候本的初心就是说 就算知道这么艰难 我还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旅行沙舟 所以你的梦想 像一个沙子座的一个舟就对了 那个时候是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不是很容易延续 但是没想到就慢慢写到今天了 然后再来讲一下你的工程背景 先稍微介绍一下 好 我之前以前是在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一个台商的科技业工作 是在做LED的研发工程师 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旅行 我就第二份工作我就到了一间外商的半导体设备的公司 那因为它是世界性的那种外商公司 所以就会有很多出差旅行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要借由这样子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 然后一边协作这样 所以你是到第二个工作才开始慢慢开启这个旅行的一个想法 跟这个 对 主要是我在第一个工作的时候 工作第一年存到钱 我拿去做第一次个人的旅行之后 我就突然爱上旅行 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有什么工作可以再让我接触更多的旅行这样 不是导游领队吗 为什么没有变导游领队 但是我还是想要维持工程师的本分 因为毕竟是我的专业科目 而且可能就是 它可以马上提供给我一些比较稳定的经济条件这样 而且在科技业上面你遇到的出差旅行跟旅游业会不一样 感触会不一样 所以我想要在我的质押里面去追寻这个旅行这样 所以你这本书也有收入 你过去蛮多出差的一个经验就对 对 到异地出差 对我在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去美国 我纽约外派一年 那一年给我的启发非常的大 因为我在那边有累积了很多的旅程 然后我的工作在那边也是有不少的成长 然后在那边又发生了很多故事 就跟同事之间的一些互动 就是都带给我很深刻的启发 所以我这一本书里面有好几篇会写到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故事 那到什么时候你才决定这个离职变成全职的旅游作家 我是到今年初的时候离职的 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想要觉得过去的文章其实慢慢累积越来越多了 然后也开始有一些讲座的邀约或者是专栏的邀约 然后发现说工作跟写作有一点点无法兼顾 因为两个都在成长 那最后就是大家梦想长大了之后 就会跟你的现实会互相碰撞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想要来追寻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就给自己一两年的时间来好好追寻梦想 所以这个在今年之前你就是透过这个粉专跟这个部落客的一个经营 然后才开始被很多人关注就对 有邀约什么演讲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专栏这样子 同时会是那个天下杂志欢日线的专栏作家这样 那你个人觉得你是工程背景 那怎么样去写一些比较抒情像这样的旅游散文呢 你是过去有阅读的一些经验吗 有我在我的那个书的第一篇的序里面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作 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念自由班 然后那个升学压力很大 那我那时候功课都是最后一名 那我那时候很没有自信 因为你班上都太强了 都太强了 我们28个人里面有四个人当医生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就是在国中的一段日子 我求学的时候我是蛮痛苦的 然后蛮没有自信的 可是有一次呢 那个导师他们 我国一升国二的时候 那个导师也换了 然后他在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他特地把我留下来 就跟我说 他觉得我作文做写得很好 然后他希望我继续保持 然后他觉得我的这一个地方是很特别的 那从那一次以后 那个导师说的话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我就觉得说 哦原来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原来在那个都是用成绩来评价你的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你有不同的领域可以让你凸显不一样的自己 然后会被别人看到 会被别人肯定你这样 所以从那时候之后呢 我就更加热爱的写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一路也有一直在看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学作品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兴趣也是很喜欢看文学作品 然后有阅读的习惯 然后就是常年累积下来的一种习惯这样 然后你第一本书 为什么不是美国的一些旅游工具书 而是这种综合的一个旅游散文 对这个回应基敏大哥的话 就是我在写我的发表我的部落格的时候 其实又有尝试很多不同的文风 那其实旅游部落格最多的就是这种工具文 懒人包 但我发现其实我又写过懒人包 但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很擅长整理资讯的人 就是这些很细碎的人 你不是理工背景 对可是我我觉得我的 我发现我都有写过 但是反应比较好的反而是那些抒情的散文 然后我也发现那个可能也是 我跟别的旅游播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说 真理工具文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就是你写完一篇之后 你可能每一年还要定期update 对然后就是很多琐碎的资讯 那有的人喜欢做这些事情 但是有的人做起来感觉比较吃力一点 就像我来说 所以对我而言我比较喜欢把那些很特别的启发 然后画成文字写下来 然后感动其他的网友 不过你这种这个抒情的散文 它好处就是不用更新 对 它是一个启发 它不是一个资讯 或许每个人专场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他比较没有办法写这些抒情式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用他最强的这个整理式的一个方式来经营他的部落 对没有错 对每个人擅长的都会不一样这样 对啊确实我们有时候这个要到哪个景点 我们搜一下还真的会搜到很多这个部落客提供的一些懒人包这样子 对啊 快速攻略什么什么 对那其实竞争也是蛮激烈 就是放一个你勾勾的地方就啪啪跑出一大堆懒人包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些懒人包里面拖延的出 其实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风格写书情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话 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吸引一批就是喜欢你文风的一些读者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聊这本书吧 先讲这个书丰 这个书丰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我跟出版社讨论过的 那照片是我选的 所以就是你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照片 对对对没错 那个是在澎湖拍的 然后书名 为什么取这个壮阔的一个名字叫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这样 其实他就是这本书 他就是写了就是这八年来我一步一步走过的一些很 对我而言感受很多的一些旅程 然后我发现这些文章我整理出来 刚好有一个脉络就是 从工程师走到作家的这些心路历程 因为我一直都在思考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然后我想要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常常我带着疑惑出去旅行 但是世界会给我一些回馈 会给我一些答案 所以我很多事情人生的道理是在旅行中领悟出来的 那刚好这些文章整理起来就变成了一本 就是这样子从工程到旅程的这个脉络这样 但我认为从工程到旅程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所以就把它取名为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 所以一路上那个勇气有越来越增加吗 有越来越增加 而且有越来越笃定这样子 一开始其实是很疑惑的 因为其实工程师这工作在台湾算是经济算是比较稳定的 算是待遇还算不错这样子还蛮好的 那其实要跨过来 而且主要就是这跟旅游其实是比较没有相关的 所以你是要完全归零 然后重新重头学起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是的确是需要蛮大的一个勇气这样 所以你觉得你当初念工程有念错吗 因为有些旅程是需要一些热情对不对 对人的热情这样对事物的新鲜好奇 这个还蛮多朋友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过去走过的路 其实都是它有一定的意义存在的 因为我当初从学工程 其实我也是喜欢工程的一些迷人地方 那我经过了一些工程的专业训练 逻辑训练啊 或者是它的推导能力啊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的 它或多少都会影响到我写作的那个文风 那我的蛮多网友都说我的文章里面就是理性里面带着感性 它不是那种全然的感性 它又有一点点逻辑性在 所以我也觉得 其实这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我也是因为当了工程师之后才去过这么多地方 然后跟那么多不同的 不同世界各国的同事一起相处一起工作 我觉得这对我员都是很宝贵的经历这样子 所以对我员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会白做的 反正它其实都是有意义的这样子 几年后这些东西可能会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就成就为现在是这样子的你这样 好那我们来聊一些书的一些旅程好不好 我觉得有一篇你在这个泰国亲迈 结果你们居然 那时候你一个人吗 对那时候我一个人 然后去下载它的交友APP 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失恋 然后就去泰国聊情商这样 那最后一天就是 觉得想要认识一个当地人 我就下载了一个那个当地的交友APP这样 然后是用英文沟通吗 对完全是用英文沟通这样 然后那时候聊到一半当它表示 它是这个人妖的一个身份 你那时候有犹豫是真的要见吗 还是就聊了就算了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犹豫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就要去之前有 有谷歌过就发现 其实他们这个族群其实是蛮复杂的 就是有那种把观光客下药 迷婚洗劫财务的这些经历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一个人在这里 然后又最后一天又在墨测的地方 我要冒这个险吗 可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旅人的那种热情 就跑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识这个族群 尝试看看 对对对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所以就我还是当下就是还是想说 就去认识一下他好了这样 对啊而且他还说他要带一个朋友 那有时候这个你应该更有警觉心 有时候带朋友这个变成两个对付你一个 这样有时候 对啊那时候对 他当他跟我讲带朋友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到那个地方了 然后他就说他马上就到 对我就已经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讲说啊没关系啦 其实就是反正就是在公众场合 所以应该也不会怎样 然后顶多就是你可能去上厕所说 饮料要喝完不要免得被瞎药这样 对饮料如果喝一半的话 回来就不要再喝了 真的真的真的 中间可能会被下药 对出错的旅行 有些地方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然你饮料就要带进厕所 再带出来 不要让别人有可乘自己 然后后来那天聊得很愉快 对啊聊得很愉快 就是很单纯的 对然后他让我们 他让我了解到他们那个族群里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啊 他告诉我有些人是 他单纯想要成为ladyboy的人 那有些人是为了经济而成为ladyboy的人 这样子 哦为了去表演啊什么的 对为了表演啊或者是泰国的这个 人家产业或者是特种产业是非常的发达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为了要赚更多钱就成为这样 对他们男生好像赚不到钱 他们比较辛苦 他们靠劳力赚的钱比那个还要辛苦非常非常多 如果他们是弱势有就是比较穷的人的话 但是他就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是真的一心想要成为女生的 单纯的心态 对他其实也有他的专业 他也念很好的大学受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就让我了解到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族群 然后那其实在我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也发现其实就算是在泰国很多ladyboy嘛 但是他们还是会受到很多异样的眼光 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在那一篇我就觉得 其实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而言要做自己是要非常有勇气的 而且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他们那个要长期一直打女性荷尔蒙 因为有时候这个不打就会退化 就恢复成男生这样子 所以还蛮辛苦的 生理啊心理啊 其实那都是一条很不好走的路 所以我那时候就他就给我一个启发 就是我那一篇就是命名为就是勇气 就是觉得做自己 像他们都这么做自己这么强大的勇气 那我们又凭什么不能做自己呢 所以那一趟是你单纯的旅行就对 对单纯的旅行 一个人去玩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伦敦 伦敦是你的第一场旅行是不是 对是我第一场 第一场个人旅行 哪一年 它是在八年前 所以是在2001年 所以你这个利用第一个工作存下来钱 你那时候去了几天 我去了大概十二十三天 顺便找你妹就对 对那时候我妹在那个曼瑟斯特念书 对 然后讲一讲这一趟好不好 这一趟你大概去了哪里 一定有去伦敦吧 去非常多地方 对我在曼瑟斯特跟我妹就是有一起去玩 然后中间他因为他要上课嘛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坐火车来伦敦玩几天这样 然后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 我都把它想的太简单了 就是而且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还没那么发达 就是带一本那个工具书 对然后该带一个工具书 然后想说就这样子走就好 结果我就整天都在迷路 因为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好 然后那个地图又不是画得很清楚 所以就一直我就排的行程排很满 就是今天要去哪今天要去哪 可是就是一天常去不到一半的地方 对因为以前就是跟着导游走 然后导游就会很顺带到很多地方 没想到自己一个人这么不容易 对然后我又把它排得太乐观了 可是我后来回去之后我就发现说 反而就是我在迷路的这些路途遇到的东西 反而都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然后有些你想要去朝圣的东西 其实你看到了很漂亮的景色 就是这样就跟照片一样 但是反而更深刻的是你遇到这些人事物这样 就是观光景点你反而印象不深刻 对对对 那一些意外的惊喜或意外的走到一个什么小地方 你反而会记忆比较久或很感动这样 对然后这边我要跟金敏大哥分享 就是我意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在英国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听他们的庞克摇滚 因为庞克摇滚是源自于英国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摇滚乐 我以为人家讲到听歌剧 因为很多人到伦敦就是为了听歌剧 对对对我比较没有那么有气质一点 我以前就是有玩过乐团 现在摇滚乐 可是就没有一个旅行书告诉你要去伦敦那里听到庞克摇滚 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 结果我有一次在逛服饰店的时候 那个男店员他走来 他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很像一个Rocker这样 就披头散发的 就很皮就对 对然后就很像Rocker 然后就打很多洞 对然后又刺青 我想说哇这个一定是Rocker 你就问他 对我在那边试穿衣服的时候 我就顺便问他说 如果我要去听那个 去听摇滚乐要去哪里听 然后他听到我问这个问题 好像就就好像在问他去哪里吃饭一样 就非常的简单 他就而且他很高兴 就是我问他这个问题 同号吧 对他就同号 他就马上就画了一张地图给我 就是他的心目中 伦敦的那个夜店区的地图 然后就告诉我要怎么走怎么走 然后到这间店是他的矮店 最棒的摇滚乐这样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就马上就拿着他给我的手绘地图出发 然后就去到伦敦夜店区 然后那个经验跟我就非常不一样 就是伦敦其实在白天是非常鸟语花香 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可是到了晚上 尤其在夜店区是很可怕的 就是到处地上都是垃圾 然后风一来就垃圾出来吹去 然后路上全部都是醉汗 然后都是当地人 就是观光客都不见了 尤其是亚洲人 都看不到亚洲人 就是一大堆醉汗 然后有的人就会在街上尿尿啊 喧哗啊什么 他们超爱喝酒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那里 其实心里是有点害怕的 怎么一个城市早上跟晚上会差那么多 然后就让我发现说 原来真正的旅行好像不是说 只是看他们美好的一面 而是看他们深入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们真实的一面 然后不管是好或坏 其实那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的style 然后我也真的就是听到了 很道地的那个庞克摇滚 所以那天就带给我就是又有震撼 然后又有开心 然后又有担心又惶恐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才是真正旅行的乐趣 就是你是一个五味杂成的感觉 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会让你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世界原来是怎么大 然后你看到的很多事情的表象跟实际的样子 其实都不是全貌这样子 然后他们那个夜店的这个风貌 有没有跟其他国家有差别 或者是跟台湾有差别吗 他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可能闹事的很多 所以他们的那个保安都是非常 很壮 对都很壮而且很权威而且很凶 然后都是那种可能190公分的那种黑人巨憾 像电影都是那种站在门口的那种黑人 然后他就一把就把你扔出去那种 所以他们的保安是完全不可侵犯的 而且他们必须要维持秩序 因为那边的确有点乱 就是很多真的很多罪憾 我中间还遇到一个就是喝醉酒的一个人 就是还在那边大声对我嚷嚷说 欸你有没有打火机我要烟这样子 然后我就其实是有点蛮担心的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趟非常深刻的旅行 我在书里面就写到一段话就是 旅行就是你生活的延伸 就是它不是单单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管有什么的乐趣 你都可以借由旅行去做更深入的体会 像我很喜欢摇滚乐 我就在英国找寻更道地的旁客摇滚 那如果有的人喜欢爬山 他可能就会去国外爬一座山 有的人喜欢艺术就喜欢去就会去逛一个美术馆 所以我认为说旅行就是你生活的延伸 然后它可以让你展开更广的触角 然后让你触碰你真正很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旅行有特定的主题 或特别喜欢的这种东西一定要去看的吗 我通常会喜欢说我去到那边 我就会去到那边最道地的东西 去尝试那边最道地的东西 譬如说在美国我就一定会去吃骗他们好吃的牛排 对他们很重视牛排或者汉堡 然后我反而就是 然后譬如说像我两个月前我去蒙古 那我去蒙古那就是会去骑马 因为在蒙古 蒙古人就是生活在马背上的面积 所以就是做当地最道地的那些事情 就会体会到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样子 就是体验他们生活日常就对 对 然后出门一定会带什么设备 你的基本设备是什么 我就是一定会带照相机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记忆的人 那有时候在旅行中很多启发 你会来不及写下来 但是通常都是一个画面 过了 对一个画面感动我 然后我就会赶快把它拍起来 那回去之后只要看到那个画面 我就会想起那一刻的感动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很简单 我的都带的东西不多 而且我照相机 我没办法拿那种很好的单页 因为那可能太大了 会影响到 累单是不是 对就是会影响到我旅行的那个行动性 所以我通常都是拿手机或者是小相机这样子 可以很快的去拍到你 然后会有一些科技工具 一些笔电或者是录音笔 或者是这些东西 让你更方便记录你的感动这样 对我有时候如果在跟那个外国人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做很深层的聊天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就会回去的时候就会再回顾这样子 那笔电通常就是回饭店的时候 就会稍微整理一下 那今天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条列式的列起来 不过自由行比较累 就是什么都要扛在身上 所以那个东西一定要这个很斟酌 有些不该带就不需要带 要不然你会走到哪扛到哪 对像笔电就是就平常就不会带 就放在锁在那个饭店里就好了 那比较重一点这样 因为你其实老实说旅行真的是比工作还辛苦 就你就一直走啊 一直累 然后一直 你就感官一直打开 然后跟人交谈 然后去投入里面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蛮辛苦的 对 但是就很享受那种 那种 那种方式 对对对 讲一下这个 就是你纽约这一篇 就是你当时那个出 出差的时候那一年记录的 对没有错 讲一下这个纽约的这个白天跟晚上 你这个画面拍了蛮多这个 白天跟晚上的一个这个反差这样子 对啊 纽约其实 他 他给我的感觉是 真的是完全是五位杂成的 我对这个城市是又爱又恨的 就是一方面 你在纽约可以看到最 最新最炫 然后最豪华 最奢侈的东西 但是你一方面你也会看到 最残破 然后最不堪 然后最破败的环境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对我而言就是 他了不起的地方 他就是一个浓缩的世界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缩影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族群 可以代表纽约人 就是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 就是白人啊 亚洲人 黄中人 欧洲人或非洲人都有 各国都有 那所以你在这边没有办法 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是你看不到或享受不到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纽约人他们身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都会 然后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城市 他们的人也是出了名的势力的 对 讲话可能会比较不客气 然后他们的步调很快 然后在那里其实也是充满了 其实在美国也是充满很多种族歧视 就是你身为亚洲人还是会有时候会感受到被差别待遇的地方 那这些都是让我对纽约这个地方有爱有恨的地方 那我里面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两篇就是我写那个纽约的地铁 我就发现纽约地铁它的环境非常的糟糕可是 很脏啊 对很脏 对每次下去都会其实都会不大舒服 而且那个味道也不好闻 很重 对有时候都会有那个尿烧 他们有些牛游民会睡在那里会尿在那里 然后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能吃东西 那个轨道上面都是丢一些便当盒 对但是在那里面我发现也看到一些很有火力的东西 比如像是一些很多街头艺人啊或者很多人会突然跑到那个车厢里面去表演 即兴表演 对即兴表演 然后我有有一篇写到就是那个国际特快列车就是前往法拉盛的那班列车 因为它沿途经过很多不同的移民区 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各国的人会汇集在那条列车上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我看到一个很伤心的拉丁女人啊 然后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在乞讨的一个也是一个拉丁的大叔 然后看到一个生病的亚洲人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就是其实过得并不是非常的舒适 然后并不是非常的充裕 但是他们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 那就是在那一个那条列车里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法拉盛的人的一些温暖 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关怀啊 然后对于他们的一些乞讨他们都很热心的慷慨的就是捐给他们钱 那其实带给我的感触是很大的 因为纽约一直我都一直觉得是一个冷漠的城市 但是在冷漠城市的背后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人性的温暖 所以我反而这个城市该给我最多感触的地方是在那个地铁上面 然后那在纽约整个过程会不会随时都要被这个安检比较严格这样子 整个城市是很紧绷很紧张的 对纽约其实美国是会有一点比较对于安全是比较敏感一点 他们动不动就会发生什么枪击案嘛 恐怖攻击 所以他们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譬如像我有一次去参加纽约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Coreplay的演唱会 他们的案件其实就做的蛮严格的 就是那种如果一次一两万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他们一定都要就是你包包都要过X光啊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都蛮防范的这样子 所以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会不会常常被那个 被警察领检还是问东问西的 亚洲的脸孔他们比较友善吗 是还OK 因为警察对亚洲人OK 因为亚洲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 就是比较无趣然后比较呆板比较乖这样子 对亚洲人对他们的刻板 所以他们警察通常都是会对 会找黑人麻烦比较多 然后对白人很友善 然后对亚洲人他们就觉得 你们是乖宝宝这样子 那我只有有一次就是 我开车去滑雪的时候不小心开太快 然后有被警察拦下来这样 然后拦下来之后他就看我是亚洲人啊 我就跟他说我是观光客我不懂啊 然后不好意思就拍谁这样 然后就放我回去了这样 也没有给我开单 对但是如果 但是在美国警察其实是比较权威的 就是你要很小心 因为他们可以允许持枪嘛 所以他也很怕你突然拿枪射他 所以他如果拦你的话 你的手就要放在方向盘上 你不能这样子在下面 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突然袭击他 所以他们会 他们对于你就是那种态度是会有点警戒的 不像在台湾这么的peace这样子 对可能他们也是经历了太多这种恐怖攻击 所以他们更谨慎就对 对我觉得美国它是一个不同区域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纽约啊像那种很好的区域像曼哈顿就非常的漂亮 然后那边的就很多那种商业的白领阶级 但是有时候像在哈林区或者在布朗克斯那种平民区 那种地方你可能白天去你都觉得很可怕 因为那边就是 就是你就会感觉到治安不好的地方 他们的那个门外面的 他们的房子外面通常都会有个庭院 那如果那个庭院有一个很高的围离围起来 那就代表那边治安不好 如果那边没有围离的话就代表治安好 就是围起来的话其实就是 那边有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多那种抢劫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你如果闯到别人的家的院子 就算是院子你都要很小心 因为他可能就认为你要闯进来 他可能就会拿枪子 开枪打你 对对对对对 所以美国真的是不同区域差别很大这样子 所以那年应该留给你很多回忆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多的回忆 所以你假日就到处在找景点玩就对 对如果有空我就会去到处走的时候 所以美国东岸的各个城市我大家都去过了 就在那里 然后有去一些比较自然的国家公园是什么 还是都是从大都市为主 我去过最自然的地方是我有一次跟一个同事去那个缅因州 缅因州在他们最东北 就是盛产美国龙虾的一个州 然后那边就超级自然 就是到处都是森林啊大草原 然后我们是去那边参加一个音乐祭 那音乐祭就是在一个森林旁边 然后就是去四天 四天就是都睡在那边的帐篷 然后都没地方洗澡这样子 然后就是非常的解放 然后那边你就会看到很多嬉皮 就是那种好像都没有在剪头发的那些 流浪的人一样 就觉得他们过着那种 破西米亚的式的生活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 那跟那个肯定春天呐喊这个很像嘛 就是几天几夜的音乐会就对 对对对很像 只是我们规模可能差蛮多的 对他们规模差 而且他们 美国就是一整年到处各个地方都有音乐祭 然后他们就有一组一种人叫做音乐祭的游牧民族 他们就是跟着音乐祭跑 流浪 对那音乐祭到哪里还是到哪里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打零工生活 然后就是过着那种很放荡不羁的生活 这种我就发现哇 在那边也看到了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那他们的穿着打扮也是都那种像嬉皮这样子吗 对就像嬉皮就是这样子很随性这样 然后那个头发都揪在一起 一大堆结这样 然后胡子都很长这样子 然后不修蝙蝠这样 来聊那个古代高棉村 为什么会去柬埔寨这个这么传统的一个国家 因为大部分人去柬埔寨就是因为那个为了吴歌窟去的 对 那我那一次也是因为去为了吴歌窟去的 就反而就是那几天给我印象最深刻 反而不是吴歌窟 而是一个叫做下乡学做菜的一个当地的行程 对那主要是那一次的行程里面带给我很大的感受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行程里面看到了柬埔寨的那些 那些深入他们当地乡村的生活 然后看到他们的人其实虽然过得很困苦的生活 但是就是他们还是很乐天很知足 然后就是很好像生活得很开心这样 然后我有跟那个导游有聊到柬埔寨的历史 就是发现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充满血跟泪的一个国家 就是他们在1970年的时候有经过一场那个红色高棉的革命 然后在那场革命里面其实那四年间死掉 死掉啊饥饿啊批斗啊镇压而伤亡的人就高达两百万人 然后那时候柬埔寨只有八百万人而已 所以等于是每四个人就一个人死在那场浩劫里面 所以我有跟他们聊到那一段日子的伤痛 那其实是给我很大的冲击啦 就是那个导游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 他就告诉我说他们那一辈的人其实就算你没有死掉 但是你一定经历过他们身边的人都有亲友都有死在那场的经验 那其实他们是带着伤痛这样一路这样走下来的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有从跟他的对台里面有发现说 现在的柬埔寨虽然已经和平了 但是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 而且他们的贪腐问题很严重 那他们有钱人其实是非常的任意的就是滥用这个国家的资源 他们会滥肯滥罚 就是80%的数目是因为人为的关系被破坏的 那那些数目被破坏之后呢 就他们就开始买那些土地 那像是五个库附近的土地都被有钱的财团一块块买起来 他们要开发成度假村 那原本生活在那边的人就被迫搬离 或者他们要进城打工这样 那那个村庄里的那个大叔他就告诉我说 他希望说能够保全他们的文化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的人可以生活下去 所以他们就开发了这样子一个在地导覽的行程 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住他们的传统 然后不要让这块地变成全世界都一样的度假村这样 所以他给我讲这些话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就跟他说 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然后我要回去之后我要跟更多人分享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第一篇的旅行长文是因为这个五个库的旅行才写下来的 所以这篇我的启发就写说是分享 他让我感受到就是分享的意义是什么 让更多人知道在这个国家上面发生的事情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背包客栈也引起蛮多的回响的 所以到现在我就是到各个地方去讲讲座的时候 都通常都会带上这一段故事这样 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写作的这个旅程的一个起点这样 书的最后有讲到 你也到冰岛去 那冰岛是自驾游吗 因为我后来看到蛮多冰岛的书都是这个自驾绕一圈这样 对对对对在冰岛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 而且他们的公路也是蛮单纯的蛮发达的 那你就开这一辆车你就可以到处走 那再来就是冰岛的人烟很稀少 所以到你除了到首都以外的地方 最好就是自己开车会真的比较方便一点这样 要不然会耗掉很多这个交通的这个时间就对 对对对对 好这本书的最后是回到高雄对不对 因为你是高雄人 对我是高雄人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高雄这几年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就是离家蛮久了 大概从念大学之后就离家了 那这十几年来我就是都在北部工作啊 要么就是出国到处跑啊 然后当我一回到家乡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一方面就是发现家乡跟我小时候还是一样 然后第二方面就发现 怎么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就是他的变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很缓慢的 很缓慢很缓慢的 因为我看过很多城市 他变化是非常快的 那我那时候回到高雄写书的时候 我就想要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我那时候就开始用 也是旅行者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家乡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 这是我住的地方没有什么 可是你隔了那么久回来之后 反而会想要探勘更细部的东西 会想要了解家乡 高雄更多关于高雄的一切 那因为我住在历艳草 我就开始去找一些探访厌草的景点 然后就开始把它写成一系列探索厌草的文章 结果意外的还蛮引起蛮多厌草人的共鸣 就是有人把它转po到那个我是厌草人的版上 然后就还引起蛮多的共鸣 我就觉得这样也蛮有意义的 然后所以我未来如果有机会出第二本书的话 我就会希望说能够是写自己 关于自己家乡的一些事情 然后是关于一个在地的人 高雄人 然后用一个旅人的眼光来写自己家乡的这些人事物 这样子 就更深入去认识家乡的这些人这样子 对啊 然后也就是说可以帮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样也很有意义 它应该是算一个 不是一个工商很巴达的一个 就是农业的一个县市 对不对 是农业的 然后就是种芭拉吗 芭拉蜜枣啊 对然后它蛮多那种恶地 就像粤势街那种寸草不生的地 就是可能也种东西有点难 但是它的那个土质刚好很适合种芭拉跟蜜枣这样子 所以算是蛮比较贫困的一个乡镇对不对 算是比较偏乡一点 那比较没有太多的产业这样子 对对对对 最后再讲一下你如果去人家邀约演讲你大概都以勇气为主题吗 我讲蛮多主题 我有讲过以前讲旅行比较多 就是我去过哪里我就会做一个旅行的专访 比如说前一阵子我才去讲了一场蒙古的讲座 然后我之前去过伊朗也讲过伊朗的讲座 那再来就是像基敏大哥说的就是以勇气为主题去讲植牙的一些分享 就是我之前在工程师的时候怎么样去到也是可以很多出差的地方啊 然后怎么样在你的工程师的职牙也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探索 到一些到比较多元化的公司里面这方面有在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有作家的职牙的分享这样子 然后其实蛮多各个各个大大奇怪的主题都讲过 就是有人来找我讲说怎么样旅游最神 因为他可能看我的文章觉得我旅游很core吧 因为我都是走那种很local的行程 然后很就是最当地最划算的行程 所以也有人来问我说怎么用很少的钱去旅游 然后也有人问我说我旅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 因为我以前如果吃到一些很可怕的也好 或很美味的我都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下个礼拜也要去成品南西店讲一场 关于旅途上的食物的讲座这样子 所以就是各个大家关于旅行啊 职业啊生活啊的主题其实都有分享过 你经历这样子你的前同事应该会蛮羡慕你 因为他们可能还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也是都会很渴望想要走出去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啊 因为我觉得每一种选择都有则有得 就是如果待在之前的空环境 你的确你的经济是步于匮乏的 那我现在其实还算是在努力打拼的这个阶段 那我现在的收入跟以前比是差很多啦 所以这就是娶跟舍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过他想要的生活这样 那我的同事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 就是他们也都很鼓励我 然后也都很support我这样 那就是有的人也告诉我说他从我身上看到一些勇气 然后我也有就是我会到处跟人家分享勇气的时候 我就会跟人家分享说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工作以外的乐趣 或者工作以外的梦想 那有时候这个梦想它很大 它不是一触可及的 可是你可以用时光酝酿它 其实像我这一段时光就走了八年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变成作家了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一边工作一边累积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你到后来 你如果真的这个兴趣长大到 你会选择去那里的时候 那个时机它自己就会来到了 最后接下来你的粉专好不好 我的粉专叫做旅行沙洲 那不管是在FB或者在Instagram都可以找到 那要记得那个洲是龙洲的洲不是欧洲的洲 因为就是一条沙子汽沉的船这样子 所以旅行沙洲 那里面也是都分享旅游相关的一个文章 对那我现在会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笔触 我还写蛮多就是比较生活上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旅游也有生活也有 然后就是围绕在我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啊 然后还有家乡都有 对因为旅行也不可能天天出去嘛 所以有时候生活的观察它也是个主题 对而且我也觉得其实人生也就是一场旅行嘛 所以它旅行这个范畴是可以很广很广的 对然后我就会每次在讲座的后最后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每个人就像是一叶沙洲 然后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漂流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相遇有时候会离开 但是通常就是我们这一路上遇到这些人事物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完整这样 然后就是不管是每一场演讲啊或者是每一个通告节目 我都会很珍惜就是跟观众的互动还有就是这一段缘分 就是可能就算是少少的几十分钟的缘分我都觉得如果可以带给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是观众有什么听到我这种东西有什么启发他回馈给我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让彼此生命更完整的一个一个很棒的缘分 对最后讲你说你给自己两年的时间让你这个好好尝试这个旅游写作这样这一块 那两年后到什么程度你会做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决定吗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如果说他一开始一定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两年后我只要是觉得说我可以养得起自己 然后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趋势是上升的 那我就会再继续投入 但是如果我看到的那个可能趋势并不是很好 那我就是最最不好的状况就是我再回去当工程师这样子 对 好谢谢张椎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一本新书 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 好谢谢